尖叫聲 我們要歡迎到的是誰呢 那就是富桑紅毯的男神 鄭元昌 好帥喔 2005年演出《江直樹一角》 讓他事業登上巔峰 這次以有生之年高嘉陽 首次入圍金鐘獎 在劇中身為陽子卻更勝長子 精神上負擔全家的不順遂 而鄭元昌生活化的演出 暗藏流動的哀愁 為戲劇增添了不少亮點喔 小宗哥 哈囉 大家好 這個氣勢太強了啦 真的 謝謝 我都不好意思說 是看您的戲長大的 謝謝 沒有 我只能說出道了21年 一直秉持著對演員的熱情 你第一次入圍的金鐘獎 心情怎麼樣 其實我現在心情滿平靜的 是 當然聽到入圍的那一刻是非常開心 然後到現在 心情越趨近與平靜 而且其實剛剛在後台看到很多同學們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一點來參加 大型同學會那種感覺 很溫馨的感覺 那小宗哥我想請問你 聽說高嘉陽這個角色 是你跟製作人熙如姐爭取來的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會讓你想要爭取這樣的角色 其實我剛當初看到劇本的時候 有那種一見鍾情的那種感覺 然後邊讀劇本我就邊把角色功課就寫好了 所以那時候我去跟導演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就把很多很多的問題 一次就是跟導演一起討論 就是我散發出一種氣場就是 我想要演 我想要演 這個心態就對了啦 真的 今天看到你超開心的 預祝你可以勝利敲鐘喔 謝謝 一邊請 謝謝 謝謝